這件誇張 這件誇張 400塊 這件台幣還不到100塊 幫兒子選衣服 網路紅人蔡阿嘎 近期狂PO小孩動態 他說有網友私訊問他 從小讓小孩穿知名品牌 會不會影響長大後的價值觀 蔡阿嘎特地拍影片澄清 你還沒有說不搭 你是真的 我們真的沒有 因為我們GAP 都在跟我們日本的OLED買 有多便宜 比蔡市場還便宜 真的 看到夫婦倆賣到差點失心瘋 因為是OLED價格 還有店鋪折扣 換算下來 小孩一件衣服一兩百塊 是常態 不少民眾也覺得台灣OLED 優惠沒什麼誠意 就像說我們有時候 去年去日本的時候 我們就是有去 那個衣服的比較起來的話 確實 真的來講已經有五折 甚至更低 對 狂買這樣子 台灣的呢 台灣就會覺得再看看 就連日本人也曾拍影片 比較日本的國民服飾 在台灣賣多少錢 一圈五百 越貴越差很多 日本Youtuber三元 實際在店裡比價 發現T-shirt貴十幾塊 單價越高的牛仔褲 至少要多花四百元台幣 實際比一比兩地官網 不是OLED 也排除限時折扣 同一件GAP女生上衣 台灣比日本定價貴一成多 日本UNIQLO的男生外號 大約八百二十九元台幣 但台灣要九百九十元 售價多快兩成 我朋友在那個美國那邊 他買那個錢包的話 就可能差一百美 民眾批評台灣OLED 多半是過濟品 專櫃價 頂多比門市便宜七折 比起國外折扣再折扣 買到賺到 台日差距也反映在 OLED的買氣與人潮 TVB的新聞李承佑 必先函 台北報導